不久前 记者来到新疆和田市的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正好赶上 在教室里 记者看到学员们 正跟着老师朗读课文 学员们在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和法律知识的基础上 学会一门职业技能 是重要的培训内容 为了让学员们既学习又实际 第一次 中国政府是完全失败 反映到事件 社会 社会 媒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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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家 和美国 国家 现在提出了解释 反正你得到这些疯狂的 批课文 说 全部都不错 我们只是教人职业技能 他们都愿意在这里 参与和条件优良的宿舍 尊重和保护学员的正常风俗习惯 并最大限度保障和满足学员 学习 生活 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